早前美國建議最好每年都打一次新冠疫苗 這個建議我覺得有點相確餘地 美國很相信它有世界最好的科學家 又有不少世界最厲害的醫生在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疫情裏 它做出來很多的決策實行下來的時候 最終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控制疫情來說 它似乎成績都是一般般 反而有些小國寡民的地方 比如說在北歐的國家 紐西蘭甚至日本 新加坡這些 做得很多 這件事真的很令人困惑 這次這個決定也是有些奇怪的決定 似乎走得太快 這個階段不應該做出這樣的建議 大家一想起每年要打的針 一想就想起流感針 流感針每年建議你打一次是有理由的 流感病毒都是RNA病毒 它變種 變速度 那個幅度 是大的 意思是 比起COVID 要更加厲害一點 從COVID來說 為什麼我們 相對 現在雖然現在還有不少個案子 香港也有不少個案子 英國也有不少個案子 到處都有不少個案子 但是大家好像都已經 大部分地方都不當疫情是什麼一回事 原因就是大家明白到其實疫苗也好 你感染過之後得到的免疫能力也好 你基本上就不太能夠阻止病毒去傳染 但是防止重症的能力 是相當 仍然都是相當有效的 比如說你感染過 或者你打了兩針三針 或者有些老人家打了四針五針都好 就是說你防止感染能力也是一般的 如果你現在有新冠病毒埋身 它是最新的變種 它能夠避開你的免疫系統的攻擊 它多數都感染到你的 但是它很少感染你之後 就變成重症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原因就是在於你感染了之後 或者你打了一針之後 那個防重症能力是保留了下來的 就是說免疫系統有幾億的T細胞 都很記得病毒是怎樣的 有需要的時候 它就可以出來保護你 它防止不了感染也好 但是它可以防止重症 但是流感有什麼分別呢 流感就譬如當你今年感染過這個流感病毒 或者你今年打了流感針 對於這個病毒可以防一點感染 防感染也是一般的 但是防重症的能力 至少今年也不錯了 但是到了夏年 因為病毒變化得很厲害 很快 到了夏年的話 你今年打了針 或者今年感染過 因為病毒已經變了很多 夏年如果你真的不幸感染了流感病毒的話 你不單止防感染能力沒有什麼 防重症的能力也沒有什麼 所以建議 尤其是高危一族 每年最好都要打流感針 因為防輕症防重症的能力 到了夏年都不能夠保持 很明顯 這個新冠病毒就不同了 因為我們防感染的能力 當然打了針或者感染過 或者兩樣一起都好 都是一般的 但是防重症的能力 都仍然是相當不錯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必要 一定要每年打針下去呢 為什麼不等到 有種新的病毒出來 連你打了針 或者你感染了之後 你連防重症的能力都沒有了 那時候是大件事 我之前跟沈一輝做的訪問 其實都說過 當時大家擔心開關之後 內地很多有感染的人 來到香港 就會令到香港 好像疫情當初那麼危險 我當時的回答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香港那麼多人感染過 那麼多人打了針 防重症的免疫屏障 是相當不錯的 即使他放了多少人下來 可能情況會增減 但是你說好像去年年初的時候 大量人死亡的情況 應該不會發生 那麼現在都過了這麼多的星期 大家看來香港的情況都平靜 那麼這件事 就跟我預計的情況 其實都相差不遠 原因就正正是我今天所說的 因為打了疫苗之後 防重症的能力 仍然是相當不錯的 即使英文有句說話 It ain't brought right to fix it 即使他都沒有說 你做什麼 對吧 那這件事我覺得 美國這個建議 就很奇怪 或者起碼太早了 不是這個階段 應該做出的建議 好 今天先讓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 點讚 訂閱 分享這些片給你的朋友 下次再見 拜拜 以及評� bit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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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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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